那麼習近平說他要搞一個家戶綁定 什麼家戶綁定就是一個家庭用一個帳號 把所有成員的這個振興券 集中在同一個帳號 所以意思就是說可以加起來用 買一個貴一點的東西 類似這樣 那我覺得蘇商最怕大家又在罵他 所以一直講說大家要團結 一起好 做得好 那有些基層也很有意思 什麼早餐或是這個攤販 他說這是五倍類 上次三倍券被講三倍類 五倍券 五倍類 他們還是要希望說給現金 給現金 給現金 比較方便等等 那另外九層民眾也喊說要發現金 發現金 這是消機會 那蘇貞昌一直說不能發現金 發現金你會存起來 我不敢講說沒有人會存起來 但是到底需要的 他需要買東西他怎麼存 這第一個 真的想到要連那個錢 五千都要存起來 他真的需要錢我跟你講 他沒有錢 他不敢一直花完了 那基本上就是說這個 現金也好 證信也好 看起來大概已經敲定 他就是要發券 而且這個券看起來是印好的 那個面額都已經講好了 鳳馨 對 因為這個字板 其實是需要一點時間 應該還是中央印製廠來印 否則的話那個防偽措施 你是沒有辦法做好的 可是如果說你那個這個金額 就是限定跟上次一樣 是兩百塊錢的話 最小面額是兩百塊的話 他有三上一千塊 對 你真的是對小店家 一點幫助都沒有 因為小店家找零也不是 不找零也不是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他可以找零 我今天消費五十塊 然後你要找零一百五十塊 那我就等於是 羈押兩百塊錢的資金 在身上 我等於是墊出去一百五十 然後那五十還不知道什麼收得到 我把那兩百塊要拿去兌現 我其實要花一段時間 到底有多少店家 在這個時候 我還可以把資金墊出去 把現金墊出去 其實那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 不過無論如何 沒有用一千塊去換五千塊 已經算是不錯了 但是我這邊要提醒 就是振興歸振興 現在大家因為都討論振興 已經不管紓困 你知道今天剛剛公布無薪價 我覺得非常的諷刺 上個禮拜主機總數才調高了 我們今年經濟成長率 百分之五點八百 很好 出口也非常的好 可是這邊的無薪價的人數 創歷史新高 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一人 加速也創了疫情以來的新高 四千七百零二家 明明不是疫情已經趨緩了嗎 怎麼無薪價的人數還變多了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交通部的旅遊業的紓困 專案到七月底就到期了 然後有沒有持續方案 沒有了就到七月底 所以旅遊業能夠拿到的錢 只能夠撐到七月底 現在就拚命的再放五薪價了 所以如果你這邊只一心一想的是振興 那你那一邊的紓困 就振興也沒辦法紓困到的 這一些商家 你到底該怎麼辦 你到七月底就結束了 那可是問題是這些旅遊業 產息息的還是很嚴重啊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 請用手機下載TVBS 訂閱我們 感谢观看